所以全球股市來看的話 基本上不管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你從技術指標的角度來看 基本上確實都建立一個超買區 雲龍先幫大家觀察一下 這一波全球股市天天紅 哪一些漲真的 哪一些漲假的 我想其實在這一次 整個大家可以看到美國股市 不斷往上去做創新高的動作 大家都在想說它到底會漲到哪裡 現在有人講說它會漲到 2萬5過了之後 馬上就要3萬 3萬5 4萬 我記得之前還有人講說 會漲到10萬點 我想其實 巴菲特講的 對 每一次市場上 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言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去思考到 它是不是過了 它是不是漲多 不是說它馬上就要去做崩盤 而是說 我們是提醒風險的存在 因為你現在去追加會有很大風險 我講真的 現在比如說道瓊漲到2萬5千點 它只要一個回檔 回檔10%就好了 個股回檔10%都是牛市合理的回檔幅度 道瓊就回檔2500點 其實這幅度會非常非常重 所以說其實大家在追加過程當中 一定要去留意 而且我們可以明顯觀察就是說 其實現今的美國企業這個獲利 好像並沒有跟上 整個股價的一個漲幅 就基本面跟指數的落差 對 好像沒有跟上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其實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是去年過一整年 這個美國標準坡500指數 這個熱點的地圖 綠色就代表上漲 那你的區塊越大 代表說你所佔的權值是越重的 那比如說我們看到像畫面中間這個 APL 這是蘋果的這個股價 它在過去這一年 總共漲了47.87% 好 那重點來了 我們就拉回到台北股市來看 台北股市最大的一個熱點族群 是蘋果概念股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大力光的股價是破低的 鴻海的股價在低檔去做徘徊 如果說蘋果真的這麼好 那為什麼它的供應鏈 尤其是做組裝廠最大的會跌成這樣 那做鏡頭最大的會跌成這樣 代表說是不是訂單這個部分 因為零組件它都比較敏感 零組件已經受到砍單之後 其實最後才會反映到 母公社這個股價 那你說其實過去這一年 蘋果股價漲了47個百分點 那我們就要去留意 接下來馬上就要公佈季報了 如果說公佈出來季報的一個 結果是不如大家預期 那會不會所謂的一個美國股市 就會有修正的風險 那另外我們再看 你這個禮拜開始進入美國的財報週 從這個金融股開始 對 那蘋果大概是到月底的時候 會公佈它的財報 那也就是說其實在農曆年年之前 大家不要想說 哇 會有很大的紅包 其實我們在選果的過程上 一定要特別強調說 有些股票它真的有很大潛在的 修正本益筆的空間 我們就不要再去做個追價的動作 那另外這張圖形呢 就是在從2008年之後 這個美國道瓊工業指數 這個上漲幅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好像幾乎都是沒有回到 就直接直線往上去做噴出大漲 那我們必須要去留意到重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如果說 有學技術分析都知道 當它的這個角度越陡的時候 代表說邪惡的第五波就來了 第一個就第一個 就是進入噴出段的感覺 對 因為它已經來到噴出段 連續性的這種大 你看那個趙瓊月線的那個走勢的角度 真的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很像是小型股的走勢 對啊 那我問大家 其實我們常常在講技術分析 你怎麼漲出又怎麼跌下來 其實臺北股市很多股票都可以去做驗 那這種我們就不要去做一個追溯 那另外一個重點說 其實這一波的大漲 我們可以講到說 過去這幾年 因為美元之前有去做一個 所謂的一個強勢美元的一個過程 造成整個資金是往美國去跑 但是我們必須留意到 整個美元指數其實在最近走的是比較弱 也就是說其實它會不會上演 像2007年當時 美元跌了一大段之後 之後美國股市就有雪崩式的一個下跌 因為資金會外溢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要特別去觀察到 國際資金的這個流向 另外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到 美國本土的一些基本面這些指標 那其實都很多訊號都告訴我們 它真的有過熱現象 那我們不是在唱衰它 而是我還是強調說 其實風險 風險還是風險 因為你如果說你在這個市場上 你先不了解怎麼控制自己的風險的話 那很容易你還沒有賺到錢 你就把自己輸的精光 但是以這個標普擺來看 它目前是一二三四五 連續五根紅棒 從這個2650到2750等等 它的漲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雖然它的頭部還沒有成型 我們只是說 如果你是空手投資朋友 你現在去做這個追加動作 風險是比較大 當然我們不如說它馬上做一個反轉 但是至少你空手 我們不需要在這個時候去湊著熱鬧 對 沒有必要 因為其實在接下來 我們常常在講 第一季雖然說有本盟比的行情 那第一季也是有基本面的行情 就是說你必須要去回顧回來 你過去這一年 你跟大家講的承諾 你賺的錢 EPS有沒有到 毛利率有沒有到 如果沒有到的話 很有可能就有本益比的修正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畫面右邊這張圖形 是美國基本面指數 這是MicroMicro 這間研究機構所調查出來 這個美國的這個基本面指數 那其實從大概是1995年之後 它的走勢也很明顯 當這個MicroMicro這個指標 它是站上零軸的時候 其實美國都走牛市 當它敵於零軸它就是大跌 那其實很明顯的一次重點說 其實這一次它超漲幅度 已經超過了過去所有的一個漲幅 但是它的MicroMicro這個指標 並沒有超過前一波 景氣擴張的基本面指數 有點背離的味道 代表說基本面出現背離了 那麼另外我們再看一下畫面左邊 這個上面這張圖形 就是美國企業的這個所謂的一個稅後的一個 獲利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也是很明顯的指數 紅色這條線是標準500指數的走勢 已經創高了 但是它的企業獲利 其實都還沒有往上去做衝高 代表說這個基本面上面來講 你的股價有一點點超漲的味道 對 這張圖其實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也發生過一次 紅色線的標普500往上衝 但是藍色線的基本面沒有往上衝 然後之後股價就大跌 最後還是會做一個拉回的部分 對 這都非常明顯 另外就是我們常在講 本益比的這個部分 因為目前本益比已經創下了 2000年網路泡沫以來 當時本益比來到40倍 現在本益比已經超過2008年金融海嘯30倍 現在已經來到33倍了 那我們常常在講這種超漲 它最後資金行情一定會有 最後的宣洩出口 什麼都宣洩不知道 所以說這個部分 還是要去留意到風險 那麼在於說其實美國目前 它整體的這個經濟數據裡面 我發覺到有幾個現象 大家必須去留意到 這其實跟2008年跟2000年 非常非常聯同 這其實我們在交易心理學 常常會看到就是散戶的指標 當散戶權力在做多 壓增加在做多 把房子盪了 車子賣了 老婆賣了 要去全力做多的時候 其實通常都是市場上的一個反轉點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就是美國的儲蓄率 美國儲蓄率其實很明顯觀察到 它已經來到相對應 2008年相對應的低長期 代表說美國人現在沒有人要存錢了 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當時美股崩盤之前 也有同樣的現象 就是儲蓄率非常低 從原本的高儲率變低儲蓄率 然後會有什麼現象 低儲蓄要把錢拿去幹嘛 買股票 就是從低風險資產轉為高風險資產 我們就可以看到畫面的 這個左手邊上面這張圖形 這個就是美國納斯達克 這個投資人的借貸指數 那它這個部分包含這個 一般帳戶的閒置資金 加上信用交易帳戶的閒置資金 扣掉所有融資 就是向證券公司借貸的這個金額的總和 其實這個數字就是說 當它大於零軸的時候 其實通常是熊市 當它小於零軸的時候 就是牛市 其實明顯 其實在這一次它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大家做這個信用擴張已經來到極致 前所未見 比2000年網路磅磨還要高 代表說大家都把錢拿去做一個投資 那另外一個重點 這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看到他們整個貸款 民間貸款的一個狀況 那下面這個畫面 它總共有四條線 其實最重要的這條線是藍色這條線 因為藍色這條線 它所代表的是信用卡的這個貸款餘額 的這個比率 違約率 對 違約率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到 它其實在最近期 它這個違約率 我不曉得畫面能不能看到 它這違約率已經有一點點怎麼樣 已經有點勾上來 藍色這條線 代表說它信用卡的違約率 已經有開始變高 過去的經驗都是這樣 都是信用卡違約率先上來之後 然後你房貸違約了 你企業違約了 才會慢慢跟著上來 那之後就會發生金融的一個危險 所以說美股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強調 因為在過去這一年的操漲 有很多本益比修正的空間 大家就要小心 但是反光回來 如果說我們來看到 最近也很熱的 包含像在陸股跟港股這部分 雖然說短線上比較熱 但是就中長線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它還在一個相對比較低檔區 那這個部分就技術型態來講 大家就必須要去思考到說 它有沒有機會創高 如果說它有機會創高 拉回來要早買點 不是現在去追價 第一個現在 我們先看一下畫面的右手邊 港股目前距離之前前波高點 還沒有過高 第一個港股還沒過高 另外的重點 陸股最近很熱 但是陸股它目前距離 2015年的高點距離2000的高點 其實都還有一大段距離 目前已經壓縮整理 非常長一段時間 如果說真的相當噴出的話 可能會有一大段 這個部分我們就要開始看一下 整個陸股跟港股 它有沒有過熱這個現象 第一個先看一下陸股這個部分好了 同樣的概念 跟美股來做對照 剛剛我們講說 micromicro指標對不對 其實上面這張圖型 就是中國大陸的micromicro 基本面的指標 很明顯的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柱狀體黃色柱狀體 其實它還是維持在一個低檔 代表說其實基本面 它並沒有正式的向上去做一個 大幅度的往上去做揚升 那股價壓縮在整理在這個地方 代表景氣它並沒有很明顯的過熱 那麼另外再看它畫面下面 這個就是它的外匯存體 跟人民幣的這個走勢 我們最後有提到過 過去的經驗 只要人民幣開始進入到升值的循環 對於陸股來講都是正面的 會有一點資金行情 對 會有資金行情 當它的外匯存體增加的時候 對於基本面 對於資金面來講 也都是正面去做解讀 那目前它的整個 所謂的一個外匯存體 跟它的人民幣的獲利 都開始往上走 代表說資金面有利多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 左手邊這個部分 就是大陸他們一般 規模以上的工業 企業獲利的一個狀況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個企業獲利 有明顯的一個改善的現象 跟2015年是比較不一樣的 代表說基本面獲利也不錯 再來畫面下方 就是代表說散戶指標 融資餘額目前 維持在歷史的低檔區 大家可以看到 2015年融資餘額在哪裡 現在它的融資餘額在哪裡 其實融資餘額目前處在一個 相對應的低檔區 代表說資金面跟它的基本面 都還沒有出現過熱 這個部分我認為 拉回來可以去做留意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整個香港行情的帶動 最主要是從民間消費 因為畫面右邊張圖形 右邊張圖形是他們GDP的年增率 紅色這條線是正成長 濟增率也是正成長 代表說它的所謂的一個GDP沒有問題 另外從畫面的左手邊可以看到 它的整個消費端 這張是整個他們的消費佔支出的比率 是快速往上去做拉伸 代表說從凱因斯經濟學理論來看的話 它的在消費支出大幅度往上去做增長 對於它本身的所謂的整體的 叫做國民所得 會有實時的一個幫助 不是說沒有引誘 這個地方大家去做個觀察 因為畫面上面這張圖形 是他們的明顯觀察 就是他們投資支出的這個部分 只有樓市就是房地產支出 是往上走 其他設備都還是往下走 其實最近香港股市的這個房地產 相關個股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強 對 那我們就要去留意到 因為短線上的香港股市的噴出 是不是支援行情所帶動到樓市的 這樣的影響 但是實際上一個本身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實時上支出 企業支出並沒有增加 那我們就去留意到 貨幣有短線上去追高的一個風險 達至兩下層 這邊幾點 看一下 總統 有關 也可以 聘 др 兩個